探险的过程充满了人性的挣扎和努力 可怖的人物和可憎的面孔 交织出现 最后是一个让人瞠目结舌 超乎所有想象都无法猜透 却又似乎是真实可信的 结局 请听 由一路听天下独家出品的长篇有声小说 盗墓笔记之秦岭神术 作者南派三叔 由著名表演艺术散仙周建龙演播 第31集 我翻了翻老海拿来的报纸的其他部分 只有这一条新闻是关于这条鱼的 这些个内容其实没有什么新东西 等于没说 对于这条鱼 我还是一无所知 想着 人也郁闷起来 老海看我的表情 你别泄气 我还没说完呢 这后面的故事 还精彩着呢 我皱着皱眉头 怎么说 难道这报纸还能衍生出什么来吗 那是啊 要是光找到一张报纸 我也没必要来杭州找你 是吧 这事情 这事情还得从头说起 对了 你也是行里混的 知不知道一个人呢 叫做 陈皮阿四 我听了一惊 陈皮阿四是老石长沙有名的土夫子 老瓢霸子 是和我爷爷同代的人物 听说现在已经九十多岁了 在十年浩劫的时候 眼睛瞎了 之后呢 就一直没出现过 也不知道是死是活 但是他的名字 在我爷爷的嘴巴里 还是响当当的 不过这个人和爷爷不一样 他是刀口上做生活的 就是不单单盗墓 杀人放火 什么事情 只要能弄到钱的 他都干 所以解放前 人家都叫他剃头阿四 意思是 他杀人像剃头一样 不带犹豫的 老海提到这个人 我有点意外 因为他不是和我们同时代的人物 我也从未和他接触过 这鱼 难道会和他扯上关系 那这条鱼背后的故事 即使和我没关系 也绝对值得听上一听了 老海看我不说话 以为我不知道呢 陈四爷的事情 您不知道也不奇怪 到底和我们不是同一辈人 不过我得告诉你 这报纸上的这条铜鱼啊 就是他从那佛塔地宫里带出来的 事情还真没这张报纸上说的这么简单 说着他就把当年的事情简要的和我说了一遍 原来呀 1974年的时候 陈皮阿四也有将近六十了 他的眼睛还没有瞎 当时正是十年动乱时期 他因为解放初期 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排长 后来给化整为灵当了几年土匪 所以没合法身份 这在当时给抓住 是要给弄死的 于是他只能在广西一带的少数民族地区活动 连县城都不敢踏入 早几年除四旧 很多古迹都给砸得差不多了 陈皮阿四去过广西不少地方 因为广西在古时候不算中原 并没有多少古墓 他那几年过的 还算老实 可是不巧的是 那年他正巧在架桥岭盘货经过 和当地几个苗民聊天 那几个人喝得多了 就说起猫儿山有座庙里的塔 塌了的事情 说是动静很大 连地也陷了下去 塌出了一个大坑 塌陷的当晚 很多人还听到一声非常诡异的惨叫声 陈皮阿四一听 觉得不对 猫儿山他去过很多次 那地方的庙宇修建的都很坚固 怎么可能说它就它了呢 仔细一问才知道 这座塔并不是在猫儿山上 而是边上一条叫沃佛岭的山脉中心 这个地方很奇怪 四周都是村落 就是中间一块大概十几平方公里的盆地 海拔很低 里面植被茂密 树盖遮天蔽日 村落在悬崖上面 树林在悬崖下面 落差一百多米 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 而且从村落没有路下去 要下到这个盆地 只有用绳索 当地人说 这个盆地肯定是有其他的进出口的 但是地下的植被实在太茂密了 行走都困难 以前下到下面打猎和采药的苗民 经常会在里面失踪 所以一般没事情 没人愿意下去 那古塔就是修建在这样一个地方 几乎就是在盆地的中心位置 平时人们从悬崖上看下去 只能看到一个非常小的塔尖 露出茂密的树冠 而且给植被浮着满了 下面是什么也看不清楚 苗民说 他们十几代前就知道这里有座塔 但是谁也没想到下去看看 现在也习惯了 最近有一天突然一阵巨响 出来一看 塔尖没了 才知道塔塌了 关于这神秘的古塔 当地人还有很多传说 据一些老人说 这塔是古时候的一个高僧修建来镇腰的 现在塔一倒 妖怪就要出来作恶了 那一声跪叫 就是妖怪挣脱束缚的叫声 陈皮阿四听了之后 觉得很有意思 他隐约感觉 这塔修建的位置 和半夜苗民听到的那声音 有点不太对劲 但凡是他们这种人 可能都有一种奇特的直觉 可以从别人的叙述和一些传说中 本能的找出信息 这一点在我们这一代人中 已经很难找到了 陈皮阿四思索了片刻 决定去看看再说 广西山脉分布众多 堪称全国之首 猫儿山是其中重要的一个源头 地跨兴安资源龙胜三线 是离江滋江寻江的发源地 连接着长江珠江两大水系 那地方有着大片的原始丛林 红军长征翻阅的第一座大山 老山界就在其中 二战期间 元华美军飞虎队的好几架轰炸机 在此神秘失踪 所以这地方一直给人传得有点玄乎 陈皮阿四几经波折 来到了沃佛岭上的一个村落里 站在土岗上 往山脉中间的盆地一看 我靠 那塔比他想象的要大多了 倒下去的时候 砸倒了好几棵树 所以森林的绿色树盖上 出现了一个缺口 在沃佛岭上 看不到缺口里面有什么 但是陈皮阿四几乎立即就发现 在塔倒塌地方的一周 所有的树木都因为地下下陷 显得非常凌乱 看样子塔的下面果然有什么东西 而且体积比塔基还要大 我听到这里 已经知道那是一座静儿宫 静儿宫是长沙一带解放前的方言 就是说地上建筑的下面 有和地上建筑规模一样的地下部分 看上去就像是地上建筑 在湖面上的倒影一样 上下两头是对称的 这在北派也叫做阴阳梭 就是指整体建筑就像一只梭子 插在地里 一面是阴阶 一面是阳阶 不过这样的古墓或者古建筑 已经很少见了 大部分地面的遗迹 已经毁坏干净 所以这种说法 在解放前十几年内 几乎已经没人提起来 陈皮阿四单单看着树木的排列变化 就能知道地下埋着静儿宫 这种判断力没有极其丰富的经验 是不可能做到的 我不由地暗叹了一声 宁神静气 听老海继续说下去 陈皮阿四打定主意之后 心里已经起了贪念了 佛塔的地宫里 只会有三样东西 要不就是舍利子 要不就是高僧的金身 再不就是大量的佛经 随便什么都是价值连成的东西 但是他这么一个外乡人 在这里活动不太方便 一来自己身份特殊 出身又不好 二来苗汉两族 那个时候纷争不断 这里几个村子都是苗寨 贸然进去 可能会引起别人怀疑 考虑再三 他想出了一个计策 他花高价钱 找了一个当地的苗人向导 他告诉向导 他是从外面过来的 支边老支持分子 过来的时候 他的一个学生啊 从悬崖上掉下去了 苗人民风淳朴 不安适适 怎么会想到那里面有诡计呢 一听说有人坠崖了 马上通知了全寨的人 年轻的苗族汉子 用绳索扎了个吊栏 将陈皮阿四连同几个帮忙的青年 放到了悬崖的下面 据陈皮阿四自己事后回忆 通过这一百多米的落差 简直就是地狱一样的经历 悬崖非常的险峻 人的体重完全靠一条腾绳拉伸的 屁股包在一个篮子里 风一吹 整个人像陀螺一样打转圈 极度的不稳 等他通过浓密的树盖 下到丛林底部 已经只剩下半条人命了 森林的内部 几乎没有任何阳光 光线极度昏暗 空气中弥漫着沼气的味道 这里树木的种类非常多 但是无一例外的 所有的地方都长着绿险 泥巴非常松软 几乎站立不住 陈皮阿四下来之后 装出体力透支的样子 其实是真的吓懵了 坐在那里就喘气 苗族的首领看他年纪也不小了 一副小老头的样子 就让他在原地等他们回来 自己打起火把 招呼其他人 按照他指的方向去搜索 等他们一走 陈皮阿四马上掏出罗盘 按照事先记下的方位 往丛林深处钻去 他估计着这么大的区域 苗民们来回也要一个晚上的时间 以他的本事 应该足够找到静儿宫的入口 打一个来回了 可惜的是 他这一次来没有带足装备 能不能入的宫内 还得看自己的造化 在丛林内没头没脑地 走了整整四个小时 靠着罗盘和他这些年 走南闯北的坡里 陈皮阿四终于来到了 自己在卧佛岭上 规划出的那片区域 也就是那一座塔 四周的寺院遗迹 随着不断的深入 陈皮阿四看到 越来越多的残岩断壁 显然这里的古建筑 已经荡然无存了 只剩下一些地基和断墙 几乎和那些植被混合在了一起 也看不清楚原来到底是什么 但是看规模 这寺院面积极大 那座佛塔虽然倒在这一大片范围内 但是具体在哪个地方 也很难看得清楚 陈皮阿四到底年纪不小了 四处一走觉得有些气短 正想坐下来休息 突然眼前一闪 边上包着整面墙的植草丛底 突然收缩了一下 里面好像裹着什么东西 陈皮阿四吓了一跳 他一个打滚翻了出去 同时手里翻出一颗铁蛋 回头一看 只见裹着墙壁的藤蔓草背里 有一具苗人打扮的尸体 已经几乎干裂了 但是尸体的肚子 不知道为什么正在微微的鼓动 似乎里面有什么东西 本来死人对于陈皮阿四来说 是最平常不过的东西了 不说逃杀翻出来的干尸粽子吧 就是他杀过的人 随便数一数 恐怕也数不清楚 他翻身一看 是具尸体 心里已经一松 心说哪里来的倒霉鬼死在这里了 都成了鱿鱼杆了 还吓唬人呢 虽然这样想着 陈皮阿四手里还是卡着那颗铁蛋 他这一手空手打铁蛋子的功夫 是他从小自己锻炼出来的 可说是百发百中 而且他甩出铁蛋的速度极极的快 普通人可能连他手里的动作 都没有看清楚 就已经给他打瞎了眼睛了 看这苗人的装扮 死了没有十年 也有两三年了 衣服基本上已经破烂了 亏了给大量的蕨类植物 和爬地细腾裹住 苗人服饰的特征才保存下来 可是日晒雨淋的 怎么这尸身就没有烂光呢 反而有一点脱水的感觉 尸体的肚子还在鼓动 陈皮阿四越看越觉得不妥 他这人有自己一套特别的行事方式 如果换了是我呀 当时肯定转头就跑了 可是陈皮阿四从小就信奉 先下手围墙 心里转念一响间 手里已经啪啪啪 连打出了三颗铁蛋子 全数打中了尸体的肚子 心说管你是什么呢 打死再说吧 铁蛋子力道极大 几乎将尸体打成两截 下半身一脱路 陈皮阿四就看到里面 一团黄色的粘液 裹着大量的卵 不少卵已经浮华了出来 成堆的白色虫子 在里面扭动 四周还挂着一些 他非常熟悉的东西 蜂房 紧接着 从尸体身上的破口处 爬出了大量的帝黄蜂 陈皮阿四骂了一声 心说倒霉呀 原来是帝黄蜂 在尸体里做了窝了 帝黄蜂毒性猛烈 而且非常的凶横 这下子他要倒霉了 眼看着一层黑雾就腾起了 帝黄蜂开始密集起来 陈皮阿四集中生智 从包里翻出他随身携带的解放军折叠铲 猛的从地上铲起一把尸泥 往那尸体的断口上一拍 将涌出的帝黄蜂全部封住 然后转身就跑啊 已经冲出的帝黄蜂蜂拥而上 他一边用衣服拍打 一边没头没脑的四处乱跑 幸亏他的一铲子速度很快 他才付出了只是几个包的代价 等他喘着气停了下来 拍掉身上残余的帝黄蜂 已经不知道自己跑到哪个地方 陈皮阿四将身上重的蜂刺拔出 疼得他直咧嘴巴 心里还得奇怪呢 怎么会有帝黄蜂在人的尸体里面做窝呢 这种毒蜂一般都是在地下 像蚂蚁一样 在广西的雨林深处 有时候还能看到像山包一样的蜂窝 别人会以为是蚂蜂窝 翻开去找蚂蚁 还没等明白过来 就给裹成风球了 广西云南这种地方 对于虫子的事情 不被世人了解的态度啊 陈皮阿四只能怪自己倒霉 他一边处理折伤 一边四处查看 翻过一个山丘后 他突然愣住了 只见一座巨大的石塔 就倒在他面前的山丘根部 塔身估计是六角形 因为无法辨认 但是气势磅礴 密言宽良 用刀刮开上面的青柴 和缠绕植物 塔身上的浮雕石刻 非常的精美 但是很明显 这座塔给人焚烧过 所有的部分 都有黑色灼烧的痕迹 可能是发生过火灾 塔身塔顶和塔叉 全部已经开裂倒在地上 并且断成了许多节 因为塔身太重 很大一部分压进了雨林的泥土里 塔下面给压倒的树木 更是不计其数 陈皮阿四经验丰富 知道塔一般由地宫 塔基 塔身 塔顶和塔叉组成 最上头的塔叉 应该有须弥座 养帘 腹波 象轮 和宝珠 也有在象轮之上 夹盖宝盖 圆光 养月 和宝珠的 总之塔上面 应该有一个珠形的东西 颇有价值 他顺着塔身 来到了塔叉边上 塔叉 在倒下的时候 中途可能撞到了 一棵巨大的云山树 结果塔叉 在半空就断了 塔叉 头朝下 插进了地里 须弥座 都碎裂了 陈皮阿四 看了看损坏的程度 确定宝珠 肯定成了宝饼了 报废了 他回到塔基处 半截断墙壁还在 爬进去 里面一片乱石头 下面肯定就是地宫 可惜这里 不仅在修建宝塔的时候 已经给人封死 而且上面 还压了坍塌时散落的 打量碎石和碎砖 自己就一把折叠铲 要想挖进地宫 可能要半年时间 陈皮阿四看了看罗盘 他下来的时候 是傍晚 天色已经非常的昏暗 现在月亮已经挂了上来 自己没打火炬 走了这么远 也不知道如何回去 探样子 还是得装成迷路的样子 等那些苗民来救 想着 他先在塔基 用撞断的树枝和枯叶 烧起一大团的篝火 来吸引别人的注意力 一边爬到塔基残余部分的最高点 想看看四周 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情况 根据从卧佛岭上看下来的 和他现在所见的情形 此时他所处的区域 应该就是树木 长势非常凌乱的那一片地带 地面应该是比四周要低一点 那是因为回田地宫 砸田土的时候 因为广西的特殊气候 土层水分太多 没有结实 随着水分的下渗 泥土里面形成很多的气泡 一发生大的震动 就像发泡馒头一样的泥层 就塌了 如此说来 陈皮阿四判断出两件事情 一是地宫很大 但是不深 不出二十分钟 肯定能挖到 二十泥土应该比较松软 不会耗费太大的体力 此时他陷入了犹豫 到底是现在开的这个地宫呢 还是以后再来呢 现在看来 再回来一次 并不会太困难 但是陈皮阿四和所有的盗墓人一样 明知道下面有东西 是绝对无法忍住好奇心的 最后他一咬牙 麻了个八字的 管他娘的 这下面的东西老子要定了 要是等一下 那群苗蛮子找到这里来 老子就把他们全杀了 丢进地宫里去 谁也不会知道 陈皮阿四拆个折叠铲子 他没有带洛阳铲 也没办法定位 而且佛塔到底是罕见之物 里面没棺材 定出位来也没用 他凭着直觉贴着塔基 就开始瓦道洞